马可福音第十四章 过两天是逾越节,又是除教节 祭司长和文士想法子怎么用诡计捉拿耶稣,杀他 只是说 当节之日子不可,恐怕百姓生乱 耶稣在博大里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做席的时候 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至贵的珍拿达香膏来 打破玉瓶,把膏浇在耶稣的头上 有几个人心中很不喜悦 说 何用这样枉费香膏呢 这香膏可以卖三十多两银子周济穷人 他们就向那女人生气 耶稣说 由她吧 为什么难为她呢 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 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 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 只是你们不常有我 她所做的 是尽她所能的 她是为我安葬的事 把香膏预先交在我身上 我实在告诉你们 普天之下 无论在什么地方传着福音 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 以为纪念 十二门徒之中 有一个加略人犹大 去见祭司长 要把耶稣交给他们 他们听见就欢喜 用应许给他银子 他就寻思如何得便 把耶稣交给他们 除教节的第一天 就是在逾越阳高的那一天 门徒对耶稣说 你吃逾越节的筵席 要我们往哪里去预备呢 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 对他们说 你们进城去 必有人拿着一瓶水迎面而来 你们就跟着他 他进哪家去 你们就对那家的主人说 夫子说 客房在哪里 我与门徒好在那里 吃逾越节的筵席 他必只给你们 摆设整齐的一间大楼 你们就在那里 为我们预备 门徒出去 进了城 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 他们就预备了 逾越节的筵席 到了晚上 耶稣和十二个门徒都来了 他们坐席正吃的时候 耶稣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你们中间有一个与我同吃的人 要卖我了 他们就忧愁起来 一个一个地问他说 是我吗 耶稣对他们说 是十二个门徒中 同我站守在盘子里的那个人 人子必要去世 正如经上指着他所写的 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 那人不生在世上道好 他们吃的时候 耶稣拿起饼来 住了福 就掰开 递给他们 说 你们拿着吃 这是我的身体 又拿起杯来 注谢了 递给他们 他们都喝了 耶稣说 这是我立约的血 为多人流出来的 我实在告诉你们 我不再喝这葡萄汁 直到我在神的国里 喝新的那日子 他们唱了诗 就出来 往橄榄山去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都要跌倒了 因为经上记着说 我要击打牧人 羊就分散了 但我复活以后 要在你们以仙 往加利利去 彼得说 众人虽然跌倒 我总不能 耶稣对他说 我实在告诉你 就在今天夜里 鸡叫两遍以仙 你要三次不认我 彼得却极力地说 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 也总不能不认你 众门徒都是这样说 他们来到一个地方 名叫克西玛尼 耶稣对门徒说 你们坐在这里 等我祷告 于是带着彼得 雅各 约翰同去 就惊恐起来 极其难过 对他们说 我心里甚是忧伤 几乎要死 你们在这里等候 警醒 他就稍往前走 傅伏在地 祷告说 倘若可行 便叫那时候过去 他说 阿爸 阿爸 父啊 在你凡事都能 求你将这杯撤去 然而 不要从我的意思 只要从你的意思 耶稣回来 见他们睡着了 就对彼得说 西门 你睡觉吗 不能警醒 骗食吗 总要警醒 祷告 免得入了迷惑 你们心灵 固然愿意 肉体却软弱了 耶稣又去祷告 说的话 还是与先前一样 又来 见他们睡着了 因为他们的眼睛 甚是困倦 他们也不知道 怎么回答 第三次来 对他们说 现在你们仍然睡觉 安歇吧 够了 时候到了 看啊 人子被卖在 罪人手里了 起来 我们走吧 看啊 那卖我的人尽了 说话之间 忽然 那十二个门徒里的尤大来了 并有许多人 带着刀棒 从祭司长和文士 并长老那里 与他同来 骂耶稣的人 曾给他们一个暗号 说 我与谁亲嘴 谁就是他 你们把他拿住 牢牢靠靠地带去 尤大来了 随即到耶稣跟前 说 拉比 便与他亲嘴 他们就下手拿住他 旁边站着的人 有一个拔出刀来 将大祭司的仆人 卡了一刀 削掉了他一个耳朵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 如同拿强盗吗 我天天教训人 同你们在殿里 你们并没有拿我 但这是成就 为要应验经上的话 门徒都离开他 逃走了 有一个少年人 赤身披着一块麻布 跟随耶稣 众人就捉拿他 他却丢了麻布 赤身逃走了 他们把耶稣带到大祭司那里 又有众祭司长和长老 并文士都来和大祭司一同聚集 彼得远远地跟着耶稣 一直进入大祭司的院里 和差役一同坐在火光里烤火 祭司长和全公会寻找见证 控告耶稣 要治死他 却寻不着 因为有好些人做假见证告他 只是他们的见证各不相合 又有几个人站起来 做假见证告他 说 我们听见他说 我要拆毁这人手所造的店 三日内就另造一座 不是人手所造的 他们就是这么做见证 也是各不相合 大祭司起来站在中间 问耶稣说 你什么都不回答吗 这些人做见证告你的是什么呢 耶稣却不言语 一句也不回答 大祭司又问他说 你是那当称颂者的儿子基督不是 耶稣说 我是 你们必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 驾着天上的云降临 大祭司就撕开衣服 说 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呢 你们已经听见他这健忘的话了 你们的意见如何 他们都定他该死的罪 就有人吐唾沫在他脸上 又蒙着他的脸 用拳头打他 对他说 你说预言吧 差异接过他来 用手掌打他 彼得在下边院子里 来了大祭司的一个使女 见彼得烤火 就看着他 说 你素来也是同拿撒勒人耶稣一伙的 彼得却不承认 说 我不知道 也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 于是出来 到了前院 鸡就叫了 那使女看见他 又对旁边站着的人说 这也是他们一挡的 彼得又不承认 过了不多的时候 旁边站着的人又对彼得说 你真是他们一挡的 因为你是家里的人 彼得就发咒启示地说 我不认得你们说的这个人 历史 鸡叫了第二遍 彼得想起耶稣对他所说的话 鸡叫两遍一先 你要三次不认我 思想起来 就哭了 鸡叫两遍 鸡叫两遍 地区 一遍 一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